大家好,我是Dan 5月27號,Mix在一個大學校慶舞台演唱台詞的時候 發生了音響事故,背景音樂突然中斷 而面對這一突發情況 Mix成員們迅速轉為無伴奏方式繼續現場表演 在無MR的狀態下,他們依然能保持如同錄音師般的音質 令觀眾們驚喜,並享受了一場視覺盛面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在舞台結束後,Mix成員再跑步留言 音樂突然停止,我真的嚇了一跳 雖然驚訝的表情管理不太成功,但身體還是動了起來 就這樣自然而然的唱了下去 不過沒過多久,校慶主辦方、大學總學生會的人 卻發文Mix的音響事故,其實是一場事先安排的表演 因為雙方對立的說法 Mix在新韓大學校慶上的音響事故,是否是刻意安排的演出 成員們是否至親的,馬上就在韓國飯圈引起了熱議 因為正義越來越大,GYP娛樂的四本部 今天在粉絲論壇表示 Mix在新韓大學校慶舞台上的音響事故 是一個為了提升現場氣氛的特別活動 我們與主辦方事先分享了內容,並使用了活動專用的音樂 不過為了達到自然的演出效果 事前並未告知Mix成員們 沒有考慮到這一活動可能會給觀眾和粉絲們帶來困惑和不便 對此我們深感抱歉 再次向在校慶現場支持Mix的觀眾和粉絲們表示歉意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都通知總學生會了,單隊所屬公司卻保密 如果他們因驚慌而停下來,那反而會有反效果 這怎麼可能呢?官方都聲明了成員們不知道 也裝看不到的批評嗎?本來IDOL們就被教育 即使歌曲中端也要繼續表演 只是那些實力不足的IDOL們,就算接受了這樣的教育 也做不到而已 公司這次的安排卻是有點尷尬 但無根據的去批評成員們,才是真正的多此一舉 啊,原來是事先安排的啊 雖然他們實力很好是不便的事實 但還是有被騙了的感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真的,就算不搞這些花樣 他們也已經因為實力出色而受到讚揚了 這樣做真是多此一舉 這為什麼會引起爭議呢? 假裝影響是過來進行現場表演 如果算是欺騙的話 那些放AR假裝是現場表演的IDOL們又算什麼呢? 大家還是去拼拼那些ARIDOL吧 看來大家從早上火氣就很大 隨便想找個理由就發現了 被發現撒謊後 大家對接下來的話不信任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為什麼要因為別人不信任就這麼大驚小怪 甚至批評他們呢? 有點尷尬和難看這點我承認 但真的有必要被罵成這樣嗎? 這次事件讓你們到底受到了什麼損失呢? 即便是演出安排 最終他們還是展現了監視的現場實力 現場反應非常好 這不是很棒嗎? 大家到底是在哪個點上這麼憤怒 瘋狂地攻擊他們呢? 看來是又抓住了一個理由 瘋狂地扑上去批評而已 路人粉看得很開心 沒想到連這個都能成為爭議 所以對於Mix的音響事故爭議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Mnet選秀節目出身的限定組合 首次續約成功的消息 5月30號 威克文私運娛樂聲明 公司與Mnet限定組合 Kepler的成員 缺友禁 小廷 金切雁 金大雁 Hikaru 蔡永恩 在限定活動結束後 將以7人組合的形式繼續進行活動 在經過長時間討論後決定 成員Mashiro 將在完成預定的演唱會後 結束他們在Kepler的活動 公司將積極支持包括9人成員的首次 也是最後一次正規第一張專輯的國內活動 以及即將於7月舉行的日本演唱會等 剩餘的國內外活動 哇! 竟然成功了 粉絲們一定很高興吧 雖然對於Mashiro 和野色感到非常遺憾 但能看到其他成員繼續活動也很欣慰 就算是7人組合也總比沒有好 過去有很多選秀出身的組合 往往無法延長活動 讓粉絲們失望 無論如何 能夠繼續看到他們真是太好了 海外粉絲們也變很多 開演唱會應該會很成功 所以一直覺得解散真的很可惜 恭喜續約 再次恭喜Kepler的續約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